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陈时中7月30公布他的竞选标语是 把事做好 还喊出说他不需要10年 他只要8年就可以盖完整个捷运网 柯文哲立刻大声说他最讨厌信口开河的人 但陈时中也反向说当市长要有决心有勇气 问题是去年全民得不到疫苗 民间捐BNT 陈时中是推脱了好多天 采购500万剂高端疫苗价格到现在没公布 而今年疫情在起黑心的快筛却充斥市面 民众要陈时中道歉 他竟然回呛说要怪就怪病毒啊 而现在疫情还没结束 他跑去选举了 难道这些就是把事做好吗 立文 我觉得真的很悲哀 就好像是一个三流的演员 要来选台北市长一样 你想想看陈时中过去这两年 开过多少支票通通都跳票 然后他现在要继续对台北市政 再继续开这些拔辣票 那还要有人要相信他 那我也真的是无言 反正陈时中什么话都敢讲 什么支票都敢开 蔡英文这么多支票都跳票了 他自己也这么多支票就跳票了 民进党的票不是一样继续的 很死忠的投给他们 所以他当然敢讲啊 好陈时中出新书 叫做把事做好 就是呢 他的诉求就是要把事做好 台北更好 而且呢他还说呢 捷运线要完整兴建 通常一般 别人当的话都要十年 他当只要八年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呢 他希望能够在两年之内 就他上任之后就可以启动 那当然啊 一般来讲 捷运都要十年 就好像说一般来讲 疫苗要打到我们身体里头 都要完成三期 不然起码要做满两期 然后三期 再来做这个EUA 可是高端都不用啊 连第二期都没有做完 就可以启动了啊 所以啊 捷运 就好像我们的新竹棒球场一样 还没有验兽 他还不是一样启动了吗 要启动还是不容易啊 但是会不会死人啊 会不会出车祸啊 会不会故障啊 能不能走啊 我们新竹球场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搞到球员都受伤了 启动了以后 现在又关闭 所以这种话 听了我真的是 全身起鸡皮科大 太恐怖了啊 捷运这种东西 可以这样开玩笑的吗 而且他还说八年 换句话说 要等到他第二任 到时候就算跳票 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所以柯文哲听完之后呢 第一个大笑 就觉得说 你这个真的是不懂 随便乱讲 然后他就说 他最讨厌 就是信口开合的人啊 那网友就说了 陈时中不是说 他只是市民 不是市长吗 怎么现在又开始 开始开启 支票来了呢 你又说 你连疫苗跟药 你的专业 你都买不好了 然后你现在跨领域 说你很会盖捷运 谁要相信啊 那蔡碧如也酸他 说陈时中口中的 把事说好 做好 难道是说 他养活了不少 口罩商 疫苗商 跟快筛的厂商吗 这个事他倒是 做得很好啦 而且还记不记得 陈时中说 到时候你们要怪 只能怪病毒啊 怎么会怪我呢 所以咯 到时候台北市 如果出任何的问题 你不要想 陈时中会负责啦 陈时中到时候 我没有去选总统 就已经很不错了啦 好 现在呢 陈洛西 已经到了亚洲了 然后很可能 明天 后天 会来台湾 所以到底会不会来呢 真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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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白宫希望 陈洛西不要来 连纽约时报的 大牌专栏作家 Freeman也说 陈洛西 你这时候去干嘛 重点是哪里有那么笨呢 一次挑两个人来打的呢 你现在最重要的战场是俄乌战争 那人家中国真的有信守诺言 也没有去帮俄罗斯 然后呢 也非常的中立 那你这个时候呢 要去挑衅中国 这是很不智的 公开接受访问 美国的专栏作家讲的 那陈洛西到底会不会来呢 那陈时中就说啦 哦 我们非常欢迎陈洛西来 连蔡总统 外交部都不敢这样讲 陈时中没关系 他说啊 虽然有一些顾虑安全的问题 但不要怕 小英总统会让我们靠 哇 这个高嘉宇要学学陈时中啊 你看人家都会拍小英总统的马屁 难怪小英这么喜欢他 哦 可是呢 小英总统真的可以让我们靠吗 这两年我们好像都是靠自己呢 不是跟我们讲说 1922这个专线很好用吗 又可以解决一律 又可以舒缓情绪 结果打去之后呢 不但没有用 延误就医 而且陈时中还说 他只是委外经营的 不具公权力 只不过是转接而已啦 什么都不能做 被骗了 好 再来 蔡英文不是答应我们说 五月份的时候说 一亿计的快筛 会到货了吗 结果呢 结果没有啊 不但来的 还有很多是劣质的快筛 不能用啊 所以现在陈时中是怎么样 又开始在卖芒果干了吗 那么蔡政府除了要民众学乌克兰 死守对抗之外 到底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台湾民众来靠的呢 所以咯 现在如果陈洛西来又闹得满城风雨 万一中国大陆还真的配合演出 那这么大的新闻会不会真的就救了林志坚 又救了民进党了呢 又变相地帮民进党助选了呢 所以真的老共不要再帮民进党服选了 好不好 不过陈洛西今天是已经降落在新加坡了 全球都很关注 因为接下来他的行程会照张行事 还是会有突发 突然一下意想不到的行程 突然一下就来台湾了呢 会不会引发两岸关系的紧张呢 那么陈时中却说 他非常欢迎陈洛西来 因为我们有小英总统让我们靠 问题是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 蔡政府不是不断告诉大家 有政府会做事吗 结果呢 铺天盖地宣传的1922专线 出了事之后说是外包 民众抢不到快筛 然后总统打猫票说有1亿计 结果呢 很多人不少人拿到的最后呢 是连C线都没有的劣质假快筛 而两岸关系紧张 蔡政府到底有什么可以让民众靠的呢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所以说还是说陈时中心里面想的是说 一旦台海紧张的话 又有机会可以卖芒果干了吗 我们来讲 你先来讲陪洛西 陪洛西要不要来台湾 其实在国际的媒体上都是一个大事 陪洛西要先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然后最后到日本 到韩国 但是中间到底要不要来台湾 对世界上是一个大事 这个大事倒不是因为 陪洛西他是美国总统排名顺位的第三 因为他要毕业了 他是来毕业旅行 其实这个烟火 他的个人的烟火也不会太亮丽 问题是他要不要来台湾会牵涉到 台湾会不会变成乌克兰第二 大家睁眼着看着 你看美国的总统说 军方说 我的军方说 不希望他去 很危险 美国的国务院 国务卿也讲此刻不宜 白宫也讲类似的话 这多么大的事情 你看美国的现在同一个党 他们都是民主 同样的人都不自带着祝福的话 那你看中国大陆和这个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拜登的通话里面 我相信也一定谈到这个事情 老共的代言人就大想说 你来我就一定打 如果来 现在两国 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是面子问题 美国的面子说 我马上年底就要起中选举了 此刻我被老共吓得我不敢来 你民主党在美国能混吗 那问题是老共那边 他马上北戴河会议 他马上他的二十全 他马上就要开了 对老共他内部 他怎么交代 最后如果来到台湾 我相信双方会正式全面开打的可能性 不太高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大国 世界上第一第二个大国 这个军事上的面子 他都摆不下去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佩洛西到来台湾到底要干什么 要给台湾一些什么样的承诺 有鹏制远方来我们都欢迎 问题是他来到了要干什么 而且是全世界都在猜 可能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最奇怪 让大家很奇怪的是 台湾既然是主角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外交部长 因为外交部长平常不是很喜欢讲话吗 国防部的事态也要讲 两岸的事态也要讲 什么话他都要讲 现在记者问他都不讲话 甚至连外交部门都不出 让记者早都找不到他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台湾是主角 最后如果是战场 也是在台湾 也是为台湾的事情 美中在对抗 可是我们的国家 什么话都不讲 台湾这个时候就扮演一个旗 仍然就在猜 台湾为什么不讲话 台湾就是旗子 就是美中对抗那个旗子 美国老共说我要来打你 然后美国说 你台湾不要讲话 你看我怎么处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台湾真的是 如果说扮演一个旗子的角色 各位 旗子是没有生命的 人家旗子说丢就丢了 因为你是个东西 而不是一个生命 如果说我们变成 最后变成乌克兰的模式 断圆残壁 现在的乌克兰 40年以后能够见到 开战以前的事情 大家都花了很多很多的问号 台湾我们比乌克兰强多少 我们一年的GDP 将近7500到8000亿美金 乌克兰只有1500亿美金 我们的国力比它大得太多了 可是我们现在的命运 好像比乌克兰还要惨 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连刘德英都去接受专访了 然后还要讲一些 这个呼吁两岸和平的话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切呢 在官局长的心中 可能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很重要的是 新竹的选情吗 新竹棒球场是负贫如潮 林哲轩奸商得要休养八个月 网友就发现说 奇怪林哲轩的脸书 最近涌入了有八万人 去帮他加油打气 但奇怪的是 在当中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绿营的政治人物 对比先前陈博为肇事逃逸 结果绿营是一票的蓝勾勾 都去帮他送暖了 网友就说 等到国际赛夺冠之后 这些人就会出现了吗 那内政部次长陈宗燕也说话了 他说把体育发展 当成是政治炮火大可不必 问题是新竹棒球场 确实是盖得又贵又糟 球场的瑕疵 也的确造成了球员受伤 那为什么民众现在只想知道 说我们的纳税钱 是怎么备用的 就被人家灌了一个大帽子 说你这个是政治的炮火吗 施诚哥 你知道我先讲林哲宣 林哲宣打过美国大联盟 他带过红袜队 带过太空人 带过游记兵 他是大联盟的选手 他现在富邦汉将 你知道 这个富邦汉将 现在战绩很辛苦 少了这么一个优秀球员 这个球技爆销了 明年还回不回来不知道 你看这个球场有多烂 对不起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的林志坚当年去看的球场 带了一群不懂棒球人去看的 那个叫做福岡 就是福岡双巨蛋球场 对不起 当年我去转播过球赛 报告林市长 那是个室内球场 你新竹球场跟不是室内球场 你去那边视察什么东西 你就去玩吧 莫名其妙 再来 你那个叫什么 那个内政部那个资长 叫什么什么 那个这个陈宗燕 我不懂 因为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国语 我怎么完全听不懂 这个叫什么 什么政治炮火 请问一下 这个如果是国民党市长干的事情 联民党 或是你们这些政治人 我说没事 不要当政治炮火 体育的归体育 所以我们就不攻击了 是这样子吗 我跟你讲 大家你知道吗 报告主持人 为了要在这个林志坚的 这个双事件当中 要表现出我杰出的这样的任务 使好鬼话联篇 包括陈之东 包括这个陈明通 包括这个陈宗燕 然后讲些话 真的是鬼话连篇 不 这什么叫政治炮火 林哲轩不是政治人物 在里面打球的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那请问一下 他们受伤 他们直接生涯没了 这个林志坚 你帮这个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林哲轩出医药费 然后他 如果他的职棒生涯费了 你要赔他多少钱 他的年薪不差 如果未来再打 比如说五年好了 你要赔他多少钱 你要赔他多少钱 然后我们台湾少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外野手 那种常常美技皆杀的 你看他 你看那个林哲轩判断球的那种感觉 球来了 他因为打很久了就把他皆杀出去 这种球技至少这一年看不到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大家还把它倒向只是政治口水 我跟你讲 以后这种三点五亿变十二亿 球场干得乱七八糟的 外野球场炒这个时候石头一大堆的 还会再发生 大家我讲难听一点 大家觉得这个挺好的 前瞻计划随便乱盖 这个球场就出来了 对不对 出来以后 受伤就受伤嘛 然后稀罗呼就过去了 这样如果林哲轩还当选的话 以后我们台湾人就看不到 很好的建设了 因为这样都可以过关 我干嘛要盖好球场 我干嘛要好的东西给你啊 对不对 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新竹棒球场是花了 很大的金额来盖的 外界都说你花了十二亿 盖出什么东西啊 但是新竹市政府很冤啊 跳出来很冤 我们的工程经费是十一点三亿 不是十二亿哦 你们怎么给我灌水了呢 那么网友也挖出说 这个政府电子采购网的资料 发现呢 林志坚任内的工程标案 有六百多件 可是当中采取限制性招标的案子 有两百多件 等于是 等于是每三件标案当中 就有一件是限制性的标案 甚至是有一些标案的底价 跟绝标金额是一模一样 一个数字都不差 那么就传出市议员想要跟市府 来要这个球场的资料 结果竟然要不到 我们要请教一下高嘉宇委员 因为你也当过市议员嘛 所以你有看过一个市政府 这么喜欢用限制性招标的吗 如果柯文哲都是这样 三个标案 就是有一个是限制性招标 那大家可以接受嘛 那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暗藏巧门呢 为什么不先公布一下 当时的工程合约呢 其实这个限制性招标 当然首长他要负绝对的责任 大家如果有印象 过去郝龙斌办的花博 也几乎全部都是限制性招标 那首长他如果认为说 这个工程的 他认为设计各方面 比这个低价得标抢标 还来得重要 那首长当然要对这个工程来负责 所以过去林志坚 他有这么多限制性招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一直很坚持 要把这个设计美学 引入新竹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确实新竹人 最引以为傲的公园啊 等等的这些 确实城市风暴的改变 主要就是因为来自于设计 那好的设计总是要花钱 那再加上说过去 大家会认为说 公共工程总是低价抢标 最后呢就是品质不如预期 那设计出来的东西 大家也觉得不能接受 委员我很好奇就是说 可是我们今天就是为了 这么崇高的理想要限制性的招标 结果是人家台南列为说 是二职的厂商 不可以让他标的厂商来标到 怎么会这样 所以最后当然大家可以去检视 就是说这样限制性招标 出来的品质跟成果 是不是大家所期待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疑 除了议员本身 应该有这个权利去索阅资料 包括监察院各方面 也应该要去调查 就是这些公共工程 里面是不是有弊案 或者是有人谋不张的问题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去监督 应该去了解的 那确实我觉得过去 台湾公共工程的品质 不管是你说低价抢标等等 大家也认为说品质真的 好像没有大家所认为的 该有的品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 台湾是不是公共工程的一个通病 应该要一起来检讨 那至于林志坚在新竹的这些 种种的工程限制性招标问题 我觉得过去林志坚已经执政八年 现在才突然跑出来说 这些都是限制性招标 可是在他拿五星市长 或者是他的政绩 受到肯定的时候 好像又没有人质疑这一块 那今天直到棒球场这个问题 大家才开始去检视 那我觉得可能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才能让说服民众 或者是新竹市民 因为毕竟新竹市民 确实已经用选票 高票的肯定 过去林志坚在新竹的这些政绩 但是如果议员去要 这些表演的资料的时候 市府是不是应该要提供 要看他所取得资料的内容 基本上这些资料 应该都是以公开为原则 因为毕竟议员所资 本来就是监督问证一个权利 所以要看说内容 因为有时候 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所资 也会用个资 种种的机密等等的理由 不提供资料 所以还是要看 是哪一方面的内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